我們知道現在關島的地位越來越重要 現在美國花了大筆錢去建設關島 等於說我在建設一個空軍基地 在建設跑道 還有建設軍港 但是我的潛艦在這個地方要有個維修設備 可是現在關島 竟然碰到它有史以來最可怕的颱風 而這個馬蛙颱風 也有可能進入台灣嗎 對 我們來看一下關島 它最近真的是風牆宇宙 在馬蛙台灣登入關島之後 其實一開始大家沒有特別的注意 但是當一上來了之後 其實它是強烈颱風 登入之後應該要慢慢的減落 可是它第一時間竟然還增強了 所以它的風速竟然達到了105米 它說整個關島全面停水 停水停電 它所有的基礎設施都被錄掉 那這個畫面你看一下寶劍哥 它這個畫面其實是他們的一個電線桿 竟然也冒火了 然後整個你不要說這個飯店 都是直接水就沖到了飯店的大樓裡面去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說 它的車子你停在旁邊 你以為這樣就可以過了嗎 過不了 其實我們看一下車子 它車子是整個被這個強風給翻開了 你說車子停在路上 我都沒有動 這樣被吹翻 對 竟然就被吹翻了 因為它的這個時速呢 其實又增強了 從105米變成140米 140米是將近大概快200公里 我們知道說其實強烈的颱風 大概就是60米以上 那不是高速鐵路一樣嗎 對 60米以上就是強烈颱風 所以這個次的寶娃颱風來 其實已經到了140米 140米真的是太可怕了 那最奇怪的是說 這一個颱風呢 它非常的快 我們看一下這個 它的這個颱風眼 它在過去來講的話 我們知道說你登陸 它應該就要稍微減落一下 好 這一次是擺出來這個颱風眼 又繼續加強 等於說它是強烈颱風 然後呢 登陸之後稍微降級變成中度颱風 馬上又增強變強烈颱風了 所以我們剛才看到的這個畫面 恐怕短時間之內 不會結束啊 這是馬娃颱風的颱風眼 對 這颱風眼 好像惡魔的眼睛 惡魔的眼睛 而且呢 寶傑哥它是已經登陸簡化了之後呢 要吸了旁邊的水汽進來之後呢 又重新的把它凝結起來 夯實之後又變成更可怕的一個 更強烈的一個颱風 那麼現在的話 其實美軍 美國的海軍已經派出尼米茲號了 他們說要請這個尼米茲號 過去來拯救 因為其實這個地方 官導非常重要 他是英朝 他等於說他是用一個 戰鬥基地營的一個概念去建設他 但是沒有想到說 經過這次馬娃颱風來之後 他們過去來講呢 包括跑道 包括他的基礎設施 包括他的建築大樓 都以為是堅不可破 但是馬娃颱風這一次掃了之後呢 恐怕短期間之內 沒有辦法來結束 欸 你看到 在拍攝的過程裡面 那個居民在拍攝都不算尖叫耶 他們從來沒有看過 他們有遇過颱風 但沒有遇過這麼強烈的颱風 而且最可怕的是說呢 這颱風好像短時間之內 是不會結束的 戰勝 這個馬娃颱風 有這麼厲害嗎 剛剛看的畫面 他說關島從來沒有沿過 全島停水停電 連泥米茲號都去救援了 你知道他現在還不是他最強的 還不是最強 是 因為 五月份 通常五月份 沒有什麼很強的颱風 在過去的狀況 可是今年很特別 因為今年預測是要進入聖英年 有聖英年的可能 可是聖英年的特性就是 颱風會在太平洋的中間深層 它會經過很長的這個吸收大量的水氣 然後會變得非常非常強 對 如果我們看另外一張圖來看的話 目前這個馬娃颱風 離台灣大概還有2500公里以上 可是它在這個很很長的陽面 如果我們看一下它現在的 它現在的狀況 它的颱風眼非常的完整 這個是紅外線 這個是可見光 然後可以觀看它的這個半徑 大概就是250公里的這個狀況 那就是它的直徑大概500公里 直徑500公里 500公里 然後它的外圍環流 外圍環流也有250公里 所以相當於500 500公里 這樣1000公里的這個範圍 都是它的隱形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強的颱風 可是目前還不是最強的時候 未來的話 我們再看它下一張圖 它會經過一個非常溫暖的海洋 就這裡 對 這個因為它現在位在這邊 現在還只是4級的這個颱風 然後到未來可能海溫升到5級的颱風 也就是說這個溫度 是30度以上的這個海溫 還會讓它持續的增強 然後持續的接近我們台灣 那既然大家很好奇 它會起起台灣嗎 還是說又像前幾個颱風一樣 往北走去日本了 目前看起來 這個是它目前的路徑 這個是它現在的位置 然後預報 它在禮拜二的清晨 大概在這個位置 下禮拜二 對 下禮拜二的位置 可是在它中間的過程 大概都很穩定 大概都是以 大概西北溪的速度方向 然後大概差不多 平均25公里的速度在走 那是穩定的 可是它在持續的吸飽水氣 持續的增強 可能會將近增強到 大概每小時 大概60海里的這個風速 可是超過它那個震風 可以達到150萬 150就是150海里 那幾乎在CNN 大概就叫它是一個 大概叫做超級颱風了 超級颱風 那它會持續的接近到 菲律賓外海 菲律賓外海這邊 這個菲律賓海的話 這個是下禮拜一跟禮拜二 是它真正接近我們 關鍵的地方 可是你如果按照這樣的圖 你隨便這樣子走 都到台灣來了 是的確 如果我們在 所以它會來犯台 沒有錯 有可能 目前看起來 它的這個趨勢 各家的這個數值模式 在因為它現在 距離我們蠻遠的 還有2000多公里 還有2500公里 然後它的速度 雖然很穩定的 所以在各家 各國路径 我們再看一下前面 剛剛那個這個路 這是中央氣象局 美國海軍 美國日本 然後韓國 中國 各個地方都預測 一樣的位置 差不多 朝著這個台灣了 台灣這邊來 菲律賓來 可是到了這邊之後 到底是往這個方向走 還是遠一點出去 還是有可能這樣子 其實是都有機會的 如果我們再看 下一張圖的話 這個是歐洲模式 預測它的狀況 你看到 它很穩定的 走到菲律賓海這邊 它這邊稍微滯留 這個是30號的這個 下禮拜二 下禮拜二的中午的時候 它在這個位置 速度反而減慢了 減慢之後 就是它要轉向 可是它轉向 它不一定是往 往這邊轉 也可能往這個方向轉 也可能這樣子轉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 下個禮拜 從禮拜天開始 要注意它的這個變化 那其實在它 在禮拜天的時候 我們就要非常注意 因為它這個 台風非常大非常強 它有很強的長浪 長浪的話是涌浪 等於是靠近我們 也許我們的台灣附近的天氣 在台東 綠島外海那邊 還是風平浪靜 還是陽光普照的時候 它的長浪就來了 那個浪有來的話 它可能就是 一下子來一個 三米四米的浪 難怪它講說現在的海上 活動很多都取消了 對就是這個周末 要非常非常小心 因為它距離那個時候 在這個位置 可是它的長浪 就會一波一波的過來 對 過來的話影響到我們 我們就會突然來一個 風口浪打上來 你說如果在這樣的話 那等於說我在南部 在東部 很多的海上活動 能取消就取消嗎 是沒有錯 因為不要看它 因為它是一個強烈的台風 這個我們過去幾年 都沒有這麼強的台風接近了 那它 而且它在這麼遠的時候 它那個時候台灣 它的外面環境還沒有到台灣 對 那如果說它的長浪來的話 那就神不知鬼不覺的 就突然就來一個大浪 那這時候如果你在海邊 撿貝殼或者怎麼樣 那一個大浪就把它 就把它捲走 就把它捲到海裡面去 以前常常發生這種事情 好 那另外就是 現在我們到了 我們現在台灣缺水 北部還好 可是南部現在非常缺水 那這個台風 這個馬蛙台風 可以解台灣的水壞 可嗎 那剛剛來講就是說 到了下個禮拜一跟禮拜二 這是非常關鍵的時刻 就是說它是不是被太平洋高壓 它的勢力開始減弱 它可以往北轉出去 那這樣的話 對南部的那個水壞 沒有辦法解 沒有水 沒有辦法解 它的影響只有外圍環流 影響到東部地區的這個地方的下雨 可是中南部這邊是下不到雨的 對 除非它持續的往台灣接近 然後通過了巴士海峽到這個方向 不過這個目前看起來機率比較低 大概只有一層到兩層 一層到兩層 對 因為各家模式預報 大部分都還是往這個方向轉 對 可是它有可能比較接近台灣 我們看一下這張圖 它比較有可能接近台灣這邊再轉 可是因為它的暴風圈非常大 如果它越靠近台灣的話 當然中南部那邊還是會有一些 外圍的雲氣從北邊上來 會有在這邊下一些雨 可是看起來影響最大的層面的 應該還是綠島 藍漁 還有這個整個東部 還有北部地區 大概從禮拜 下禮拜一開始 南部還是雨水不多 對 南部 那外圍環流呢 外圍環流因為剛好中央山脈擋著 中央山脈擋著這個山 它就是只有影響到東部 那至於說中南部的話 必須它要通過巴士海峽 不過今天還有一張船的時間 還是有這個機率 可是機率比較小 那這個我們看大部分還是往北轉走 夏偉 現在關島本來是美國 非常重要的前景地地 還號稱是整個亞太的一朝 可是這一次的颱風 真的造成非常大的影響嗎 對 其實以關島來說 關島可以說是美國 在西太平洋地區 部署的一個軍事重鎮 我們這邊看到關島的衛星 這個圖片畫 其實它整個島上最重要的 大家最 明昏俠爾的 就是安德森空軍基地 你可以看 安德森在上面 對 這麼大一大塊 都是安德森空軍基地 那它現在通常 在用的這個跑道 主要是這一塊 它這個地方是安德森空軍基地 現在主要的這個作業區 包含它這個基地 你看有兩條跑道 它是有兩條主跑道的基地 然後這個基地 它本身 它目前來說 雖然沒有常駐的這種戰鬥單位 但是為了要維持西太平洋地區 美軍在這邊 隨時能夠有可用的兵力 它是從本土 固定輪掉 戰鬥機還有轟炸機 像B1 B52 甚至以前還有B2 會輪流進駐 輪流進駐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變成說 飛機飛到這兒 然後組員可能三個月 一段時間來的時候 他們那個變成組員輪替 然後但是呢 飛機留在這裡 然後這個時候 其實我們看到 安德森空軍基地說真的 它還真的蠻大 大概我覺得 站到關島 大概差不多七分之一的這個土地 那你說這邊北邊一大片 那個是什麼呢 它以往 在這個地方 還有個叫北基場 就是關島安德森基地 還有個北基場 那這個北基場二戰結束以後 幾乎反常就一直荒廢 但是近來 他們現在注意到一件事情 中國大陸會搞A2AD 有些是反區域拒止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中國大陸有什麼關島快遞 什麼沖繩快遞 直接打關島 對 關島快遞打過來怎麼辦 那我現在就只有一個機場 兩條跑道 好沒關係 我就多做一個跑道 它現在把這個北基場的跑道 重新翻新 然後另外 關島也是美國 在西太平洋地區 一個非常重要的彈藥庫 你看像這個地方 如果你把衛星圖空罩放大以後 密密麻麻 這邊全部都是彈藥庫 原先我們最早 我們中華民國空軍買AM120 還擺在這裡 後來呢 因為後來那個 AM120是放這裡 最早放在這裡 後來因為就是說 大陸也有了這種 雷射導引的中程空對空飛彈 美國就在2007年左右 把它運到給台灣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光是安德森基地 就有包含安德森機場 然後這邊的重要彈藥庫 還有包含北基場 這三個地方 那像我們剛剛講到 以機場來說 你萬一彈道飛彈來了 打跑道 跑道打壞了 那飛機不能起降對不對 那其實美國現在 還包含 利用它在周邊更北邊的 天寧島 還有塞班島 這兩個機場 天寧島的機場 跟塞班島的機場 都把它擴建 讓它這個機場本身具備 如果萬一 安德森遭到攻擊的時候 讓安德森的飛機 可以疏散到這兩個基地去 等於說我增加跑道數量 你的那個關島 那個關島快遞很貴 有這個飛彈 東風26 但是很貴 你有辦法打我 那麼多的機場嗎 而且我們講到 除了包含空軍基地之外 像這次 因為關島受災非常嚴重 所以他們叫那個 尼米茲 尼米茲過去 尼米茲到了關島以後 會到哪裡 在這個地方 叫阿普拉港 阿普拉港 這個地方 對 阿普拉港 它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港灣 在等於說中間的這個地方 對 然後這時候尼米茲來 它進去之後 它那個關島的阿普拉港 其實是過去 在西太平洋之中 為四可以停靠航空母艦的港 所以我們講到 整個西太平洋地區 美國的航空母艦 基本上只有四個港可以靠岸 包含像這個 韓旭赫 然後關島阿普拉 釜山港 還有包含新加坡的張毅港 當然現在 美國也可以用到那個蘇比克灣 蘇比克灣 因為有五個港可以靠港 那這個地方其實你看 它在這個地方 你說這個港 阿普拉港 它除了只能夠讓 航空母艦靠近來 然後靠近來又為什麼 因為它需要航空母艦上的 這個電跟水 因為像這種 颱風過去以後 對不對 最缺的 缺水缺電 對 甚至於大家如果回想 在2004年 那時候南亞大海嘯的時候 那時候南亞大海嘯 美國第一個衝到 那個班達亞其外海 去協助救災的 也是航空母艦的另一個號 為什麼 要造大量的淡水 提供給民眾使用 然後因為你災缺的這個水 都造到海水什麼污染的 沒有辦法喝 或這個時候 自來水甚至都被破壞 沒有辦法喝 所以航空母艦要來幫大家 做水跟供電 那這個時候 其實以阿普拉港 在軍事上來說 它除了是在美國 在西太平洋地區 屬於它自己的港灣之外 另外 這個地方還可以對 核動力的航空母艦 進行所有 不用進到乾屋的維修 進乾屋就是 等於挖了一個很大的地方 把船放進去 水抽乾 然後做這樣維修 但是這個地方還可以包含 對美國的核動力的航空母艦 進行必要的維修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不僅僅 只是一個可以 讓美軍過去的這個中庭戰 其實它現在變成是 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 可以部署自己的武力 跟自己的航空母艦 跟轟炸機 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地方 要把福利局的航空母艦 跟莫德庭戰 有兩回合 是 是 感谢观看